由陈宝国、张峰义和冯绍峰等人主演的明朝历史剧《山河玉明》热播 在剧中朱镖、朱赏、朱刚、朱蒂等朱元璋的几位年长的儿子悉数登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小殿下格外引人注意 他就是朱元璋的第十二子朱伯 在剧中这位小殿下选职是四个朱蒂的小跟班 朱蒂对朱伯的态度大有长凶如妇之感 在历史上朱伯的结局非常惨烈 他28岁时举火自焚和家人一同自尽于火海 他的死亡对朱蒂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刺激 从而诱发了静难之意 本文《笔者不讨论剧情》 根据史料带大家认识大明朝唯一的乡王 一、英俊儒雅美少年文韬武略俊皇子 朱伯出生于洪武三年 他和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春生于童年 只是朱春的生母是朱元璋的宠妃郭惠妃 而朱伯的生母为胡顺妃 在史料中没有太多有关胡顺妃的记载 可见其大概率是不得宠的 朱伯文武双全 不仅有帅气的外表 更有极强的能力 他若是生在普通士大夫家庭 将来必能振兴门眉 而今朱伯生于皇家 作为朱元璋的儿子 将来的藩王 他也是够格的 当时朱元璋一次性封了九个藩王 包括朱元璋的八个儿子和一个侄孙 就连仅三个月大的十皇子 朱潭也被封了鲁王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再出生的年幼皇子 还会继续被封为藩王 所以当朱伯出生的时候 他早已注定会成为大明朝的一位藩王 果然红武十一年 朱元璋举行第二次封藩典礼 年仅八岁的朱伯被封为乡王 封地在荆州 明朝的藩王十五岁便要离开京城前往封地 且无旨意不得离开封地 七年后 朱伯十五岁 朱元璋将海国公吴珍之女吴氏 嫁给朱伯为乡王妃 也就是这一年 朱伯收拾行李 远走荆州 二 荆州与米养居客 骑马赴师真藩王 朱伯辞别朱元璋到达荆州后 紧记朱元璋的教诲 早晚读书 彼更不出 不仅如此 朱伯在藩底建了一座警员阁 招揽荆州的明汝前来校对古代收紧 将一些残缺和错误的书籍修正后 传承后事 除了在文质方面 朱伯也发挥了镇守荆州的实际作用 例如有一次常德发生叛乱 叛军兵败后逃到荆州一带 烧杀抢掠 甚是嚣张 朱伯得到消息后立即批挂上阵 带领藩王位索得兵族准备奸敌 于是在朱伯的带领下 襄王麾下士族奋勇作战 成功打败敌军 为了避免叛贼逃窜 朱伯在得到朱元璋的允许后 率兵对叛贼穷追猛打 一直追到陕西延安 终于将叛军首领胡捉 事后朱元璋对朱伯赞许不已 特地招朱伯回京 以示奖励 朱元璋在世时 朱伯在荆州十余年 并没有传出朱伯有什么劣迹 然而朱元璋去世后 建文帝打破了荆州城的宁静 三 亲侄子薛帆论阳谋 十二叔悲愤入祸汗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时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驾崩 朱伯得到消息后 意图回京奔丧 然而南京随即送来朱元璋的遗仗 朱王邻国中物质惊失 朱伯只好留在荆州 姚记父亲 因为父亲去世 朱伯太过伤心 他甚至有自尽弃世的想法 且说朱元璋驾崩后 皇太孙朱允文登京 改元建文 视为建文帝 朱允文二十一岁登基 正是血气方刚 愁愁满志的时候 可是他的叔叔们都手握兵权 少则千人 多则上万人 这让年轻的朱允文非常不安 于是在齐太 黄子诚的建议下 建文帝开始计划薛帆 最初的薛帆方案有两种 一种是齐太的建议 其他认为 要是薛帆 就要先从燕王着手 因为燕王朱帝 当时是朱元璋 还在世的儿子中 年龄最长 势力最强者 另一种是黄子诚的建议 黄子诚认为 燕王是大难途 薛帆要从实力较弱的 帆王身上下手 建文帝最终选择了 黄子诚的方案 他们很快签订了 最先下手的五位帆王 分别是周王朱素 齐王朱福 湘王朱伯 代王朱贵 和敏王朱边 湘王朱伯 很不幸的在这五人中间 实际上 朱云文削藩是一种阳谋 但是表面文章还是要做 也就是说 他要削掉某个藩王的爵位 必须要有借口 而这个借口 可以是真的 也可以是假的 而朱伯在红武年间 并没有什么劣迹 这就让朱云文犯了难 巧合的是 就在朱云文 想对朱伯下手的时候 有人突然举报 湘王朱伯 私造假币 这一切 郑重朱云文的下坏 朱伯的罪行和时机 都出现得恰到好处 这一切就像是策划好了一样 接下来 朱云文开始动手了 第一个遭殃的是 他的武叔朱素 红武三十一年八月 在朱元璋驾崩不到三个月时 朱云文突然命 李锦龙到河南练兵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突袭了周王朱素的府邸 拿出圣旨 将周王朱素贬为庶人 第二年四月 建文帝又以各种罪名 将其王朱府带王朱贵 敏王朱边废为庶人 几乎同时 建文帝派兵伪装成商队 直接抵达荆州城下 趁夜包围了湘王府 趁朱伯还未反应过来时 湘王府对外联系的线路 已经被完全切断 当朝廷官员拿出圣旨 宣告朱伯的罪状时 朱伯讽刺道 我已经有四位兄长 被贬为庶人 今天又要像折辱奴婢一样 折辱我吗 我岂能为了生存而放弃自己的尊严 于是湘王不愿被贬为素人 他要选择一条极有尊严的结局 自尽 接下来 湘王朱伯含泪痛饮 和妻妾一一作别 然后放火烧掉湘王府 当熊熊烈火 信天设地时 朱伯骑着白马 挽着长弓跳入火海 朱伯自尽时年仅28岁 湘王妃无事和其他妻妾工人一同与命 虽然朱伯只留给建文帝一具烧焦的骸骨 但是在这骸骨上 似乎保留了朱元璋血脉中的那一丝傲人的骨气 四 文帝伤燕王金剧 扯反其换了天子 朱伯死后 建文帝朱允文长输一口气 给十二输一个利的一号 当年南京皇宫的那个翩翩少年 最终却成了香利王 朱伯举火自焚的消息 就是逼反朱蒂的最后一根稻草 朱蒂若不造反 以他的能力和骨气 说不定也要不相亡的后尘 于是在导演 张玉 朱能等人的支持下 朱蒂开始不论明星 只信天道了 接下来静难之意爆发 黎明百姓再次经手战火 历经四年的殊职相杀 大明王朝换了天子 朱蒂登基后 命令收拾十二弟朱伯的遗骨 为其修剪陵园 并且下旨昭告天下 恢复朱伯的名誉 改一号为宪 因为朱伯无子 湘县王朱伯 变成了大明王朝唯一的湘王 薛帆薛权之策 封建武社会自古有之 汉武帝为了薛帆 实施推恩令 赵匡应为了收回兵权 不惜装罪示意 而朱颖文的薛帆 不仅逼死了亲叔叔 还导致连续四年的生灵涂炭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小编无意诋毁建文帝 但小编认为 建文帝朱颖文登基之后 如此急切 且激进的薛帆 是他被历史淹没的主要原因 而湘王朱伯 则是最直接的牺牲品 是最终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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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 tri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